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我这个口语又带着就是那个摆发那个口语 所以我这个口语是南墙北辽 我都有 讲的都不标准 所以帮大家那个软量 好 中间如果它有关键的地方讲 听不清或不懂的地方可以去手来翻译一下行吗 我现在就重量被翻译一点 好 我那个下面就跟说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个重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 但是大家都上岁数了 有时候也不让人动 怎么样重很简单 待会儿我跟你说 但是有可能我觉得就是那个怎么吃蘑菇我跟你说一下 那个使用军首先解释 我说一下怎么样吃蘑菇的事儿 就先给你刚才讲整式蘑菇 有很多人呢 就是特别是我们现代这个社会 那个物质比较丰富 然后呢大家整天吃肉吃肉的 吃多了以后啊 那个就是那个胆固醇啊 303肝油脂啊就很多 很多人就这个心脏啊 心血管就不就会被堵住了 我曾经搞了就是五年的心脏病毒研究 然后对这个心脏病毒进去检测 大概有50多个人 50多个人的心脏呢 他有两到三肢就完全堵住了 像这种情况下呢 西医是肯定要做手续的 然后那个中医呢 他有些人他说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那个中医 我什么药我都喝了 那个都不管用 我就说你怎么做呢 我保证两个月治好 也不吃药 也不打针 也不做手续 你去买点那个黑木耳啊 就把黑木耳 还用那个葱啊炒一下 加点油加点盐 这么一吃 就是那个白的也可以 黑的也可以 你说你白白的是黑黑的 那个就是那种人耳 人耳也可以 就是那个普通的黑木耳 你大概每天抓一把 大概有那么半两哈 你把水泡 泡完了之后 你炒个鸡蛋也可以 不炒鸡蛋也好 就炒那个葱 或者是那个洋葱 你就把它炒一下 炒一下 然后加点油加点盐 就这么吃 做菜吃 大概吃两个月 我保证你这个心血管 就不会再躲了 就完全消掉了 而且呢很多人呢 比如说那个锡 你找锡 哎呀 这个胆固醇太高了 来来来 我给你吃点那个 吃点是酱胆固醇的那个药 那个所有酱胆固醇的药 它都是一些那个 每一类的移植物 那都是那个生物毒素 它那个酱胆固醇的药 是从哪来的呢 大部分都是 这种是从那个 就是那个使用准里面 从模糊里面 分的出来的 它那个 你吃一点没有 就是那个没有关系 但你吃多 你长年的吃 它对你的肝脏 对你的肾脏 你审害的功能 是特别特别是大的 因为它能医治 你就是那个人体 制造胆固醇的这种功能 所以它实际上 是一种生物毒素 但是呢 你要是如果胆固醇高 你想把胆固醇降下来 你怎么办呢 你就不要吃 你就那个不要吃这个 将胆固醇的药 你就买一点这个黑木耳 这个黑木耳很便宜 大概四五块钱一斤 大概吃两到三斤 吃两到三个月 我保证这个胆固醇 就降下来了 心血管也不会被堵住了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那个整天吃 就是那个吃饭 没有胃口 在很多人 他有那个求不溃疡 就是胃溃疡 胃炎 这种人呢 要怎么治呢 你也不用去吃什么西药 也不要吃什么中药 你在那个商店呢 去买一点那个猴头 叫猴头菇 猴头蘑菇 用这个玩意 熬那个鸡汤 每两三天吃一次 大概吃个半个月 一个月的呢 你这个就是胃炎 胃口痒就好了 特别是胃癌 它对胃癌呀 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你好 猴头菇 猴头蘑菇 不是那个猴头啊 不是那个猴子的头啊 是猴头菇 猴头菇 猴头还是猴头菇 猴头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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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上巴针里头的 被广东那边的人 取解为真正的猴子的脑子 那是错误的 真正的猴头菇 产在东北长白山里头 那个最大的我亲眼所见 那个新鲜的菇 就这么大 一个几块钱 哎 好像可以了呗 都这么大 它是一个吗 一个一个 一个 美国买的 有吗 都不好像有 干的 有了 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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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外买的 外买的都是干的 外买的都是干的 新鲜的呢 那你就得要培养了 好 我来搞 现在就跟你讲 怎么样种新鲜的菇 可以问一个问题 嗯嗯 我先问他一下 好 我问一段 你第一段的黑木耳 也没有问题 好好 黑木耳 黑木耳 也没有问题 有 黑木耳 有 黑木耳 有 黑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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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增准就叫使用准 再说一点 什么叫使用准 使用准就是大型的增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首先说一下什么叫食用菌 食用菌菌是指那个子实体比较大 可以供食用的那个真菌 就叫那个食用菌 通常称的那个蘑菇 我们中国大陆呢 大概以前已经有350多种了 包括香菇 草菇 蘑菇 萌尔 萤尔 猴头 在上面写这个猴头 看到没 猴头 萤尔 这个东西呢都叫那个食用菌 在那个讲那个真正的讲食用菌之前呢 我首先要警告一下大家 有些人呢年龄大了 现在没事吧 喜欢到山里面去走一走 转一转 有时候就看到路边呢 哎呀有这个菇子 哎呀我把这回去啊 捡个便宜 因为你要买一下好像三块钱五块钱的 千万不要做这种事 很多时候那个菇子都是有毒的 那个没有毒的那个菇子呢 那个一般的你认为没有毒 你认为你认识这个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还真就不认识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为了吃的 吃两个菇子 然后那个省两个钱 在路边去随便踩随便捡 那不可以的 一般那个有毒的菇子呢 它有那个 有三个特点 那个特点 第一个它是很鲜艳 第二个呢 它那个头上啊 我看 它头上戴帽子 我看 什么叫它头上戴帽子 我给你说一下 它所有的菇都有帽子啊 它有的没有 下面就是活动菇子 底下那个啊 那个是活动菇子 黄色的 那个很多菇子 那个女位是戴帽子 她有些菇子 她是不戴帽子 就是那个头上戴个帽子 中间她穿个唇子 然后下面穿个脚 有个血 像这种 除了这三种特色的 但颜色又鲜艳的话 那一般的情况下 是百分之百的是毒蘑菇 千万不要吃 一吃那几分钟 就命就没了 你看这也是 这个毒伞 你看这个戴个帽子 中间穿个唇子 下面有个脚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你不要去碰这些菇子 要那个软泥 那个毒蘑菇 要怎么办呢 第一个就是 你只能吃你自己知道的 你肯定就是这个种 你认识的 你绝对认识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 已经证明它不是野生的 是那个安全的 你才可以吃 千万不要自己出彩 自己去弄 你看我自己 我是搞那个 搞维生物的 那个大型的真正 我一般都能鉴定的 其实我这个样子的 专注水准 我也不敢 谁谁别别的 抓着去吃 因为有时候 我担心也搞错了 再一个就是 讲的就是 那个使用准的 营养价值和保鲜价值 刚才我说了 这个黑毛 你们用那个黑毛 炒那个 炒那个 洋葱啊 能治疗 就是那个心血管 堵塞 能降那个胆固醇 所以你要是 如果谢谢 那个胆固醇高的人呢 你用不着吃 那个就是 那个将胆固醇的西药 你就吃买一点的黑毛 你自己吃一下就行了 保证你这个心血管 就好了 我做了那个 五年的研究 观察来 就是一千多人 都好了 没有 那个就说 那个 就说了 无效的 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猴头 猴头菇 那个猴头菇啊 它对那个死到癌 胃癌 或那个 十二指肠溃疡 对那个 消化道的疾病呢 特别特别的有那个 帮助的作用 再一个呢 就是那个 银耳 我们那个 很多那个女同志 还有就是那个 年龄大的那个同志 她那个皮肤啊 脸上都起了个作纹了 为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 她那个皮肤里面呢 缺少就是那一种 就是那种 有弹性的 就是那个胶软蛋白 那个胶软蛋白 哪里有呢 哪里比较多呢 就是那个猪脚 猪皮里面多 但是那个东西 是植物性的 就是那个动物性的 这个蛋白 你吃多了以后啊 会那个 胆固醇高了 然后有点心脏病 你怎么办呢 你就吃那个 就是那个银耳就可以了 银耳是那个植物性的 就是那个 那个叫那个 那个胶软蛋白 它不会增加你身体 就是那个胆固醇的含量 那个据说呢 就是那个慈禧太后啊 她每天都要吃一碗 就是那个银耳的 所以她到七十多岁 她这个皮肤啊 还像那个 二十来岁的菇呢 这么嫩 这么好看 那个使用准呢 还有这个大型的真准 在生物 在那个生态 那个行怀当中的应用 你看我们这个露水的植物 那个森林 每年都是 还有就是那个农作物 它每年都产生很多 就是那种有机物 那些那些 那个纤维类的这个物质 大概每年有四千 四千到五千亿吨 在这个地球上面 像那些东西 要是如果不烂啊 那个就会把那个地球啊 不断地就增后 这样一来 其他东西没法长 所以呢 那个使用准呢 它能把那个 就是那种 切尾类的物质来分解掉 使它呢 能够重新被利用 我们中国大陆呢 目前的就是在 二零一零年的时候 它的产量是达到 两千万吨 目前在那个 全世界的就是 使用准的产量 是百分之七十 是我们中国大陆产的 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那个搞那个使用准 有一单谁是搞使用准 就是因为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去资软那个清软县 资软那个乡下那些那些农民 是他们怎样罚财自负 然后把那个产品的出口到那个裕本出 资那个外汇 我先讲 现在讲一下那个使用准的栽培软理 因为一谈到那个使用准 然后什么真准 什么微生物 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秘 说哎呀 这玩意 我这个老头老太医 我怎么做得了这个事呢 我又没学过 又没学过那个 受过这么高等的教育 用不着 那玩意很简单 我从最开始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软理 然后以后呢 你知道这个软理以后呢 你自己就回去种 然后去想办法呢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自己想跟住自己的条件 然后来设计一个方法 然后来种 我待会示范一下 我是怎么样跟住这个软理 设计了一个方法 然后来种的 在那个十六世纪 十七世纪的时候呢 那个我们对那个人类啊 对这个就是那个 自软的了解很少 因为我们那些菇子啊 还有什么那个砖啊 还有什么那个东西 比如说发酵了变粗了啊 都是由自软产生的 没有什么种 你只要把那个稻草啊 什么东西放在里面 它就会长菇子 不需要什么东西 它会自软生成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东西是错误的 之所以这个东西能长菇子 能发酵 它是由里面有锡砖的 有真论的了 那个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呢 有个叫巴斯德 这个是个法国人 法国人呢 是一个法国人维生物学家 他说那个应该不可能 这个东西 那个理念是错误的 真能很大 你双方真过来真过去 真那个没有结果 后来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 最后证明 这种自然法生这个论 是错误的 他之所以被那个长菇子了 或者是那个感染了 是由其他的维生物在里面生长 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他就把那个 他就搞了点 这抽啊 他们是用这个流的料 把这个流的料啊 放到这个烧杯里面 然后呢 这个做了一个管子 这个管子是弯形的 把这个流的料呢 去加温加温了之后就这么放着 即使放十天八天 放一两个月一两年 这个流的料呢 也不会发臭 也不会污染 哎 你把那个管子那么 你打开 撇破了 那个空气当中 维生五进去了 就会使这个流的这个料呢 变得比较烧 变得比较难闻 这是这抽这么做的 但后来为了发表那个论文呢 他就用这个流肉汤 鸡汤做的 就录了鸡汤 然后加温呢 加温一个小时 把它粽扶了以后 哎 就这么放着 放了之后呢 然后不动它 那么就不会 但是你要如果一动啊 把它给撇破了 大概几个小时以后 它就会 哎 里面就会长东西 就会有烂东西来了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做个弯形的这个管呢 因为呢 所有的这个维生物啊 尽管它很小 它都有点重量 哎 这个空气能够进来 但是这个维生物呢 这些吸入了 它有在这个地方呢 它会沉淀下来 所以呢 它没法跑到里面去 使它那个感染 这样一来呢 这个东西呢 这个汤呢 有没有维生物 里面所有的维生物 系统都被那个高温 杀死了 所以呢 它你是即使放两年 即使放五年 它也不会感染 我这里做了一点 那个那个 但是不是做这个事用的 我这里呢 做了一点 就是那个 那个用那个玉米啊 用玉米做了个培养机 这是我一年前做的 量到现在 它也没有感染 我待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这是后来 我那个截了 截肿了以后 截了固子 然后它开始在涨 但是我不是像它这样发箱 我不是像它这样做出来的 我是很简单做出来的 我待会告诉你们怎么做 所以根据这个软理 就说明了 就是那个 那些维生物的那些细菌呢 不是生来就有 是是有如那个空气大多 那个维生物细菌 进出来之后感染它了 它才会发酵 然后呢 我再讲一下那个使用准 就是怎么样做 大部分就是那个 普通的工厂化的使用准 是怎么做的 最后呢 再要那个 最后一部分呢 我讲一下 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怎么样做 一种简单的方法 一般的呢 我们就是用那个 这是个饰管 我们就把那个菇子买来 或者是野生的这个菇子 我们就采来 采来之后把它剖开了 剖开了 把中间起一块 起一块之后呢 然后在那个 无尊的条件下 把那一块呢 放在就是那个培养机上面处 就是用牛肉汤 或者是用那个 那个 马铃薯啊 那个 那个 培养机 然后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然后培养 培养两三天 那就可以了 一般这个 要大概培养七天 它那个菇子就长出来了 就是 做总 就是这么做的 你要是有个 不想那么做 你怎么做呢 在这弄点那个 牛肉汤啊 或者是用的 我们用 一般就是用土豆 用那个土豆 土豆那个 做成那个汤 哎 然后 搞一片就是那个 那个蘑菇 然后有个钩子 把它挂着 这个上面把棉花塞上 当然这个 这个先必须消毒了 哎 然后这个骨子呢 它就会 它里面那个包子 包子就会射出来 射出来之后呢 哎 就会在上面长 一般的这个 你们不用学这个玩意 这个稍微有点难 那个培养机的配方 是什么东西呢 培养机 刚才就是说 你要的石它长 怎么长呢 啊 你要用这个马力 这个是马力薯 就是那个培养机 一般是马力薯200克 糖 折糖20克 唇脂20克 那个水100毫升 在这抽啊 那个 为什么要用那个唇脂啊 唇脂是它就像那个冻粉 这样的东西 它就比较 比较就是那个 有弹性 这抽呢 我们不是用那个 这抽 大概一百多年前 不是用冻粉 不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唇脂 是用什么东西呢 是用明胶 就是那个明胶 它太软了 这次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次我就给你做一下 那个培养机 怎么做 为什么要做一个培养机 做培养机的蒙地 比如说现在那个 有一滴水 那滴水里面呢 有那个 有那个吸菌 大概有七八种吸菌 我们要把那七八种吸菌 分离出来 就是要其中一种 我们怎么分离呢 我们就把那个水拿来 拿来之后就那么化线 然后再这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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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了化了 最后呢 这七八的 它都连在一起 就这两个它没有连 对不对 这两个没连 那么这两个 它就是纯了 纯化了 你看这一个 我再给你示范一下 这一个呢 这有两个骨子 有两种 就是那个吸菌 一个是大肠杆针 一些是一阔烂 一个是沙门斯杆针 这两个针子混在一起 你要把它分你出来 就分你不出来 你只要它 这个是沙门斯杆针 这个是大肠杆针 你这么挑一个 好 你是纯的 然后再把它放到培养机里面 去长 那么它就长出来 都是沙门斯杆针 你要如果 从这里挑一个 然后接种到 那个培养机里面去 然后呢 它长出来的 就是那个大肠杆针 所以这为什么 要像这么把它分离开 以前呢 我们不是用那个 用那个明胶 用明胶做的时候 就做得不好 后来有一个科学家 他老婆呢 哎 他就看他丈夫 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 哎呀 他丈夫说 哎呀 这个玩意 这个明胶太不好了 你看我画 总是画得乱七八糟 他那个长不好 哎呀 他老婆呢 是一个交集花 是经常参加那个舞厅 然后喜欢享受 他说哎呀 那你不用这个东西啊 不用明胶 你用那个凉菜 就是那个唇籽 哎 用这个东西做不就行了吗 因为那个唱歌跳舞啊 他们然后总是会享受的人 他要吃那个 比如说你们那个台湾人 不是喜欢吃那个杏仁做的豆腐吗 哎 实在就是杏仁豆腐 只不他不是用杏仁 用那个 用那个马铃薯 用头豆 哎 就做成的 这个就是那个杏仁豆腐 你看到没 这个是杏仁豆腐 用杏仁豆腐也可以啊 也可以做 也可以有这个培养 这个维生物啊 实际上那个玩意 就是标准的培养机 哦 你不用用马铃薯 就用杏仁豆腐就可以了 一般做好了以后呢 做好了以后呢 你看那个这个腿子还没有加进去啊 然后都是马铃薯的培养仪 加了那个 加了这个糖 把它混在一起吃 然后装好 装好了之后 放到高雅锅里面 灭大开 用高雅锅 大概灭三十分钟 就可以了 就能把所有的维生物杀死了 灭完了以后呢 最好要把它这么斜着放着 然后它凉了之后 它形成一个斜的斜面 这样你操作的时候 那个面积就大一些 所以你就比较好接种 所谓的那个接种呢 就是用这个 像这些小环子 这些小钩子 你看 然后这不是有蒙主吗 然后把那个蒙主呢 从那个蒙主就从这个里面 转到就是那个那个 空子里面出 就可以了 然后就进行那么划线 在那个斜面上划线 你们用不着学这么多 因为你们只要知道 那个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待会我告诉你们怎么样做 这个呢 是正在自备 就是那个软种 就是搞些棉子壳啊 或者是注目写啊 这是在 这是棉子壳 在美国呢 我也种了一些 在美国种 我在那个 在那个南加州 北加州那边 北加州有一段时间 用那个牛粪 用那个牛粪啊 种那个双包蘑菇 用的就是那个 我最近呢 最近用那个就是我自己家的 不是那个种的这个乱子吗 这乱子里面不是有那个草吗 比方铲草吗 哎 我铲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草留着晒干 哎 然后就用这个东西种骨子 呃 再另外我为什么 今天我突然一下 要种那个就是来讲种骨子呢 就是因为我那个 我发现我发现 我现在在中医师协会里面 我发现很多中医他熬药 熬完了药 这个药扎了 就扔了 没有什么用 那一扔有时候好几百斤 哎 我觉得那个药扎 种骨子是最好了 哎 我现在就是 就是用药扎在种的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这个棉子 可以 不一定要用就是那个 敷着 或者是种些 只要是那个 还有就是千万瘦的 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这个呢 这个是正在那个 正在压那个东西 压完了之后 他还要用高温消一下毒 然后再结种 结种之后 他这个现在正在长 他那个 我刚才在除了个消毒 那个你们不要久了 就种骨子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难的事 你看现在都是农民 那些农民都要弄 是个很简单的事 不要久了 这个东西是 你首先不要有那个 就是高不可攀 这个是在 正在是用那个手辣袋来压 但是应该是注目鞋子的东西 他就在压那个 然后那个高温消毒 它是什么消毒的呢 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篓子 然后把那个蒸汽 通到那个那个那个里面来 这就用这个锁了布把它盖着 把那些东西 因为他一做 要做好几千斤 或者一万斤 然后把那些那个东西 那个装好了以后 放到里面 放到里面之后 然后通这个蒸汽 通蒸汽大概要 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然后才能把它杀死 然后就才可以用 当然那个里面要如果重 不用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那个有很简单的方法 有两种 别准就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用那个高压锅 你们买不到高压锅 你们自己加这个高压锅就可以 自己加这个压力锅就可以了 这个是专点用的 就是那个高压锅 然后是三十分钟 就行了 三十分钟 大概是一百二十个 一百二十多的温度 就行了 这个是乡下人 他们就是在那个 用普通的就是那个篓子 怎么那么消毒 但是这种方法 需要八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 然后再是那个解肿 解肿的时候呢 一般你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箱子 带个玻璃的 然后你能看得着 在那个解肿之前呢 用那个醋把它吹一下 这样就能把空间的吸润给它杀掉 你看这个正在做那个解肿 这个是普通的时候正在解肿 要是真正的生产这个箱子的这个种子 它这个气数还能稍微高一点 一般人的可能是做不了 但是里面要是如何做呢 要想这个摘箱子的就是很简单 你可以去买一些 就是那个准种来 买一些准种 你在网上去买呀 有香菇啊 有猴头啊 有那个什么苹果啥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就是那个种 一般的情况下呢 你不要买其他的 你要买像这一种 那种叫做那个 像这种 这种就是那个鞋子式的 大概是十块钱 七十五个 它上面已经长了 就是那个 这种长的就是那个双方蒙 长的就是那个平骨了 买了以后呢 你家里或者你在外面呢 有时候啊 你都碰到这个一块 一块一块的那个蒙头 对不对 蒙袋 这弹幕这么大这么长 哎 你在上面打些孔 然后呢 把它 插这个孔里面出 就可以了 说料袋 哎 说料袋 不用说料袋 你不是有些树吗 家里的时候有时候砍树吗 或者外面去捡那个树也可以 然后把它注成这么长一袋一袋的 然后在上面打个孔 把些孔 然后把这个插进去就可以了 要加水了 用水喷一喷 喷一喷 那你手里拿那个药丸打去买 这个丸在网上多的是 十块钱 它那个给你寄七十五个来 那叫什么东西 你要中 你要是平骨 它是谁 你就是买平骨的 你要是香骨的 它是给你香骨的 你要中猴头 它是给你猴头的 你又买得到猴头的吗 有买得到 那猴头在一般的树里面也可以长吗 可以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用那个什么猴头的 就是那个猴头它是讲究的 你不要用这个蒸叶树的 蒸叶树的 比如说那个松树啊 马尾松啊 它有方向类的骨子 它能杀菌 你要用那个蛋蒙 要用什么蒙头 要用那个可叶树 可叶树 可叶树它就不含那些方 那它就可以长了 是用那个枯的木头 最好是新鲜的 最好新鲜的木头 新鲜的你稍微那个 对 新鲜的稍微晒干一点点 你要如果太新鲜的也不太好 稍微干一点 然后打个孔 然后插进去就可以了 大概插完了之后呢 你就那么放了就可以了 然后每年它就会 到了春天 那都无所谓 大概一般就是那个 三到四层长 我待会再回来 给你们仔细的讲 刚才那个不是 你看到很多人在装 用锁料袋 正在那个 正在那个做锁料袋压准嘛 对不对 压完了之后 它用那个 用那个那个就是灶 在那个就是来消毒嘛 消毒完了之后呢 等它凉了以后 它就用那个针啊 像那个锥子 把上面粘着一个一个的孔 粘完了孔以后呢 再把那个锁种啊 它不是这样的 是另外的 就插进去 然后浇水就行了 也不浇水 不用浇水 就保湿就行了 就只要用棚子把它保一下湿 实际上这个湿也不用保 在家都不用保 在屋里就不用保 在屋里也不用保 在现在那个春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不用保 夏天的时候就太干燥了 要保一下 现在不用保 你看这个 它正在做这个事 这是一块块的萌头 然后打上锅 然后把它在里面插 用大棚 你要如果在家的话 在那个后卵里面 你就放到你这个 阴凉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是不干的 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 不是到了雨季吗 雨季它就不干了 你要是如果想要它 出箍子你就浇水 你要是不想让它 出箍子 你就啥不用管它 大死不管它 你比如说你到那个 你到了那个 夏天的时候 你别让它出 夏天这个温度太高 它长不了 你就别管它 一到了就是那个 现在你赶紧浇水 大概十多天二十天 它就会出箍子 所以你要一般的采箍子 你要在野外里 你说哎呀我不想种箍子 但是我想吃 那怎么办呢 哎就是这两天不下雨了吗 哎再过十天 到二十天 你就到那个林子里面去找 哎呦那个箍子火多了 嗯它就正好就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一下了雨 大概十多天 它就会出箍子 你要如果在自己种的时候 你要想出箍子 你就浇点水 哎保下湿 它就会出箍子 你不想不想 不想要它出箍子 你就别浇水 然后那么干的 它就不长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哎呀 你这个水了 刚才又要消毒 又要灭尽 又要做什么软种 这玩意太难了 我不想这么做 但是我还想出箍子 我也想 我现在还有点事 我还有点力气 我想那个发点小财 你怎么办呢 你到那个林子里面 说看一看 有时候啊 你屋里当中 骑自你车会走路的时候 哎呀你看到旁边 哎呀这几个树桩子真好啊 水泥的 哦这是水泥的 你要是那个不是水泥的 你看哎呀 这个这桩子 这桩子的玩意 这这这这这真好 大概有五六百斤 或者几千斤 我可告诉你哈 要是如果这个树桩子 有两百斤的话 在下面长有两百斤 你至少能长出来三百斤骨子 你怎么办呢 你照不去站几个孔 哎 你就偷偷去把这东西摔进水 然后你不要管它 每年什么时候下雨的时候 下雨过完了 哎 过个十来天你去看 你拿个桶赶紧去摔 它保证就出来了 那这一个树桩子 有时候能长两三百斤骨子啊 然后每年至少能踩个四五十斤 哎 你就不要告诉别人自己 你在哪里种的 你比如说在那个哪个公园 就看着它哈 哎 有刚刚人家把树炙了 哎 你就去坐上去 它就会出骨子 它那个不是枯死的吗 那个枯死的也可以 枯死的话 你就你就不要种香菇 香菇它比较娇气 那个它要新鲜的 要是如果是枯死的呢 你可以种草菇 可以种平菇 草菇平菇它比较贱 它能长 你看比如说这是野生的菇 这个应该是那个 这应该是林芝 你看它长到树桩子上面了 你种一次的 每年都吃的 你种一次大概要摘 要七八年 它都会长啊 每年一到了下雨的时候 雨去过后了 它就会出 一直都在里面 你不需要每年都去那个 那这个要不要擦菇种 擦菇种 你自己在网子的时候花十块钱去买呀 那要摇出盾去擦菇种 对你去你去用个栈子 你用个电栈 没有栈子 你用个手栈 栈好了之后 栈个孔 然后把它擦进去就行了 将电栈擦个三四个就行了 要擦着插 在里面插就行了 那七八年以后树还可以做什么 那个七八年 因为它里面椅子都有这个准的嘛 一般至少三年肯定没问题 三年到五年没问题 它会每年都会出箍子的 那我们家里活的树可以这样吗 活的树里面 活的树里面它长不了 或者说呢 它那个里面 它产那些籽 那些籽都是天软的抗生兽 它使这个 它的死这个真尊长不起来的 一定要死了 刚死的是最好的 你看到没 这个是粘孔 粘的孔把插进去 然后大概是十块钱 能买这样的七十五个 你在网上去买 然后呢 然后你就在上面打成孔 或者打成孔 那就可以了 可以在根上面打孔吗 根上面打 根上面可以打 在表面也可以打 打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涨 每年都会出 所以你不需要 那个不需要去 哎呀 学的学的学的 学的学的学的太多了 反而还烂的 有些东西 刚才讲的是 非木耳 然后加原汤炒着吃的吧 对对对 然后红葱和什么 鸡汤 鸡汤 对 红葱和鸡汤 对 自那个胃癌呀 胃困痒之类的 消化到几度 这个是香菇的菌种 所以颜色都是白色 都是 所有的这个真棕的颜色 都是白颜色的 就是那个使用棕 你要是如果 你要如果做得稍微高档一点的 你用个索了纸 三胶把它 就是那个大个腿 把它粘一下 你要如果没有的 也不用管它 最好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松香啊 松香水把它投一下 银耳加什么 有没有银耳吗 银耳就是用那个 用蜂蜜 你带你加糖就行了 啊 糖 糖 银耳对 对对对 不用加什么 你看都在那个 Destseize人家自己种的 在野外 偷偷地搞的 是谁搞的我就不说了哈 涨了这个 涨了这个香菇 它就是这么做的 请问你是网路上可以买到新鲜的 那个太多了 你在那个eBay上面去 eBay上面写那个mashroom plug 或者mashroom spawn 待会我告诉你怎么做 那几个字是这边的 我待会跟你说 这几个英文字怎么写 我待会那个后面 我告诉你怎么写 你看刚才我跟你说的 那个要那个攻略化的大生产的时候 那个挺麻烦的 对不对 你要去找那个 要去找那个野生的屋子 然后呢 要把它那个 弄到培养机里面去 然后呢 又要高温消毒 消毒了之后呢 要做软种 做蒙种 蒙种之后呢 做软种 做软种之后呢 然后又搞培养机 培养机又要高温消毒 然后呢 再还要保湿 然后再培养 很啰嗦 对不对 我那个 我那个未来为我们那个工会的 尤其是那些 那个中医师啊 呃 唱点那个 就是那个 为他们那个 搞着福利的爱语 呃 让他们怎么样 就是那个 法下致富 所以我就是 研究就是 那个一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使他们重骨子 怎么样 使普通人重骨子 也不要什么高温消 也不要什么 灭种锅 也不要刚才的 什么这个 超级工作台 怎么个弄法呢 刚才你们看到 就是那个 巴斯德 做那个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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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学学的时候 他是用那个高温 把那个 那个 把那个 流的尿 然后呢 加温 加温了之后呢 只要 只要 不动它 它不会感染 对不对 你看哈 我这个是 是怎么做的呢 我那个 把那个 玉米啊 哎 用那个开水 用那个水煮 煮那么 十多分钟 煮完了以后呢 就装 那个瓶子里面吃 玉米是吧 玉米就装 那个瓶子里面吃 装了瓶子 出来以后呢 我不是要接种吗 它一打开 那个吸收的东西 会进出 对不对 进出就会把它污染了 再另外呢 我又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就是 吴准石 又没有一个 超级工作台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 包子啊 就是我们 普通的包子 哎 把它上面的一层呢 堵上 把上面一层 这个包子 给它堵上 堵上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 放到水里面 再放到锅里面 煮那么 二十来分钟 哎 然后你看 我都已经放了一年了 它也没有 没有感染 那都没有关系 那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全部放到锅里 放到锅里 不要把它倒进锅里 不要 不要 就放到锅里 放点水 然后蒸 然后蒸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到三十分钟 你现在要干 你不用买了 你不用买那个 不用 他已经使用了 他给你做的 我给你做 怎么做 这个呢 是一个标准的 我从网络上面买来的 一个标准的 人家做好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蒸种 做好的就是那个培养机 你看它是不用包子盖 对不对 然后它接种的时候呢 它知道里面有无准时 条件也比较差 它怎么办呢 它搞一个就是那种 安排瓶子上面 就是那个 清白瘦的瓶子里面 那个橡皮盖子 然后把它封着 做到之后呢 它把那个包子啊 就是那个锅盖 就是那个蒸盖的骨子 它放在哪里呢 给你呢 它放在 就是那个注射器里面 放在注射器里面 放在注射器里面呢 然后它给你一个针头 那个针头呢 是无准的 然后呢 到时候呢 你把它接上去 然后呢 哎 用那个酒精 把那个东西擦一擦 哎 一注射进去 就可以了 这个是网上做的 做的 我做了大概十几次 还挺好的 但是有一点细节 要弄一下 要说一下 就是你在那个 把它擦进去了以后呢 然后你的一打开的过程当中啊 那个维生物在空中 它是成千三万的 它保证会把你这个针尖 擀软了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你用那个 你不是用煤气楼子吗 或者用酒 用煤气楼啊 你就用那个煤气楼子 上面烧它一家伙 把它烧红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你用酒精擦一下 然后就直接 把它烧红了哈 然后直接那么注射下水 注射下水就可以了 因为烧红的过程当中呢 这里面困了还有一些 一些液体在里面 对不对 这样的前面的液体呢 就被那个 那个就没有什么用 那个细节都杀死了 但是那后面呢 还会有用 所以它不会污染 但是你一定要就是 小心的做 才做到这个样子 我说的这个方子呢 哎呀你再说那个 说哎呀我这个 我还不会玩电脑 另外也不会怎么样 去买股子 花十块钱 我还不乱投资 你怎么办呢 你就在那个市面上 在超市上 你想做香菇 你就把那个新鲜的香菇买来 买了之后把它撕开了 撕开了之后呢 就放进去 然后把它盖上 它就会涨 说这个根部切下来 根部切下来 根部切下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它就可以涨 也不需要灭顿 也不需要那个 也不需要在无尽下面操作 要加水吗 嘿嘿 你问到点上了 因为你的一开啊 你的一打开之后啊 那个空气上的吸尽东西 会进去 进去的可能会有点污染 但是它不会长 因为怎么 它没有培养 它没有那个 那个包子啊 它没有 它不是一个培养 那个吸尽真鲜 它长不起来 因为它是个包子 包子它这个 没有什么营养 但是那个 但是那个真鲜呢 就是那个使用鲜呢 它就是利用 就是那个切尾瘦的 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真鲜 那个使用鲜它会长 其他的杂润它长不了 因为它没法利用那个纤维 而那个吸尽呢 又被那个包子给住了 所以它不会去污染下面了 而那个包子呢 又可以长 就是那个骨子 我呢 以前呢 我是用这抽呢 是用这个东西我做种 后来呢 我就在那个 有时候我在 我没有种了 我就在那个 下午一超市 去买点骨子来 然后一撕 撕开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扔进去 扔进去之后呢 不是 在扔进去之后之前哈 我用这个开水 就弄一点开水 在那个表面 弄到包子上面住 然后那个开水 就会把表面的东西 它烧 就烫死了 其实没有烫死也没有关系 我用这个开水 主要是它保湿 哎呀 这样一来的 那个骨子啊 就会长 然后吸尽它不会长 我这里有一个 你们来看一下 我们不能用浸散吗 一定要用浸体吧 就用这个浸散就可以了 浸散也 浸散也 你都可以 这个我是用的那个 膜布 你来传他看一下 对不起 请问什么是浸散浸体 我待会跟你说一下 什么叫浸散 什么叫浸体 你讲的 你问你问题 你先放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我弄的一些杂子 就是那个饭啊 菜啊 就是那个煮这个饭 那个有些脏的东西 然后我吃不了了 然后说有时候在饭馆买回来的 我想到了就没吃 哎呀 我就把它做论就出了 熟鱼 对 那你时间长了 把它盖盖 你不要动气 它就吃烧鱼了 对对 我觉得就就 我用把它消毒一下 就可以了 消毒就汤出 你看那个 它就长起来了嘛 对不对 对烫对吧 嗯 哦 这就是菌 这就是 原来是菌苗啊 菌苗 对 放在菌苗 对 放在菌苗 这个是玉米 这个是玉米 这是玉米 嗯 这个是五十分钟过后 多久才放 啊 多久才放入菌苗 那个 等它凉下来 几天就不打 等它那个一个小时以后 它凉下来 就可以放几 就可以弄去 对对 就可以插菌苗 对对对 对对лад 对对 那个你打不开 你打不开 另外我要说一下 那种那个 菌就长在这里面 那不是空间太小吗 对 那个做种啊 还有还有在 做种 还有 比 Guild说 你 芝還是玉米 玉米 玉米變成菌種嗎 玉米就會變成菌種 原丁砍下來的草 對你看這個正在長 不過這個現在已經長得不好 原丁砍下來的草 對就是原丁砍下來的草 就把玉米一個一個往下 人丁處就可以 長什麼 就是梅嘛 這個不是梅 這個是一個種 就是那個 我種的那個蘋果 就是那個靈芝 所以它現在長 長得沒墊 但是長得太久了 它長得慢 長得太慢了 靈芝 這個是那個 這是我消毒的 玉米 玉米 玉米要做什麼 玉米就做種子 他說這個玉米 一顆一顆都有菌種 上面是報紙 這個玉米一顆一顆都有菌種在嗎 蠻藥菌種 蠻藥菌種 你看哈 剛才就是說 你那個我不是有一層豹子哈 那個加那個豹子的蒙底呢 就是不想那個空氣上的那個細菌跑進去了 然後把那個排氧器污染了對不對 我加了豹子以後呢 就把那個細菌呢 珍珠就擋住了 然後倒一點開水 倒一點開水進去了 一個是把那個菌再殺一下 另外一個是保濕 然後呢 保濕了之後呢 起這個蒙底 一個呢 你要種菇怎麼辦呢 一個你就是在網上去買那個 買那個把它扔進去 買個種子把它扔進去 或者是呢 你到下面一朝吃去 你去買個香菇啊 或者是買個猴頭啊 你把它新鮮的哈 你把它撕開了 撕開就放進去 然後把蓋子蓋上 就可以了 然後它就會朝下面漲 但是啊 做這個做這個事 有一個小小的訣竅 怎麼訣竅呢 這個呢 太厚了 太多了 結果下不出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針石要沒法穿透 結果呢 你就會失敗 所以最好怎麼辦呢 大概兩到三層豹子就可以了 你別搞了日下 搞了十幾層 搞了十幾層之後呢 你那個 尊種那個那個 它裡面含的那個營養 比較少 結果它無法穿透這個豹子 這樣一來呢 就太滿了 就長不了了 就會死了 所以 一個呢 你就是 對 一個就是用那個 我剛才說的 你在網路上面去買 一個呢 你就是在那個 超市 超市面去 去買那個豬子 然後把它剖開 剖開 剖開之後 把那一半 那你說就可以了 請問這個菌酒 什麼樣是 什麼種種 我這個是平菇 平菇 請問那個玉米啊 你是用新鮮的玉米還是用乾的玉米 乾的玉米 那個不一定要用玉米哈 你看這個是我買來的 它是用那個小麥 對 那個做種的時候 要么用小麥 要么要用玉米 其他的東西都不太好 那就用水一泡 時間就把它帶離你 它就開始發酵了 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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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先用那個 我告訴你怎麼做 待會下面就講一下 等一下 你剛才把新鮮他們缺一半 它是怎樣 就扔進去 就扔進去就行了 扔進去就行了 那個 那個我沒有用那個 我沒有用高溫消毒 我也沒有用那個水 沒有用那個水來煮 因為那個花煤氣不太好 加州啊 加州的那個陽光比較多 因為我中骨子呢 我想省錢嘛 弄得好玩那個事 我用什麼東西來加溫來消毒呢 我用那個太陽照 我買了個太陽照 三不多塊錢買的 三百啊 三不多塊錢買了個太陽照 然後用太陽照 那個太陽照呢 它就是一塊 一個 實際上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玻璃 在一個箱子上面加快玻璃 就這麼回事 然後你把它關緊了 它的溫度能達到 一百二十度 到一百五十度 一百二十度 一百五十度 你要那麼散一天 你裡面什麼種都殺死了啊 會不會也把它烤熟了 是把它烤熟了吧 就把它烤熟了嘛 烤熟了就是消毒嘛 消完了毒以後 你再接種啊 對不對 對 這是這個太陽照 那個 後來我沒有用太陽照怎麼用呢 因為有時候這個太陽照還 你要是如果在一般 你說哎呀 買個花三不多塊錢買個太陽照 你還不捨得 你怎麼辦呢 你就用那個 用這個黑色的塑料子 就塑料袋 那個垃圾袋 黑色的垃圾袋 你把它 炸好了 放在箱子裡邊裝著 然後那麼曬 也能曬到一百多兜 所以不一定要用太陽照 你就用那個 太陽照 你不 但是要用太陽照 太陽照 對 就用那個 用那個黑色的塑料袋 把它砸到 然後在太陽底下曬 也可以 也能打到一百多兜 那一百多兜 你不把它曬開了嗎 就把那個 裡面的細菌 真菌的東西都殺死了嘛 都是消毒了嘛 要不然你用開水煮 你要耗煤氣啊 十多分鐘耗了不少煤氣嘛 那個太陽照很簡單 這是人家做的 就做個箱子 然後上面蓋塊板子 蓋塊鎖了 蓋塊就是那個玻璃 就這麼沉就行了 放多點 然後把你 要免住 你要煮飯 你煮飯蒸飯 就可以這麼用這個東西蒸 我夏天的時候 我現在 我一般的很多時候 什麼那個 我有時候太忙啊 我熬肉啊 熬湯啊 我就是用這個東西蒸的 就用太陽照 曬的就行了 飯就熟了 就熟了 大概一般的三十多分鐘 四十分鐘就熟了 飯就熟了 不用放在桌上了 不用不用不用 我做飯 我做飯 半小時就熟了 那你用到夏天成形 冬天 就這樣 可以啊 也可以 下雪的天都可以 下雪的天都可以 你看那人家做了個太陽照 對不對 就那麼幾個箱子 然後上礦 就快來 玻璃 對就玻璃啊 嘛 我這個稍微高檀一點 就像有個反射板 那冬天的太陽素太弱 也不行 也可以也可以 冬天我那個也做過飯 我冬天熬熬熄燒烤熄飯的 煮飯 大概要 比如夏天是三十多分鐘 冬天大概要一個小時 或一個半小時 慢慢烤 那个太阳照煮出来的这个饭 味道更香 不知道咋回事 整那个玉米也是的 煮那个鸡蛋也是的 味道更好 连的是我种的那个菇子 我都是用那个 我是用那个那个就是那个药渣送出来的 咖啡渣可以吗 咖啡渣非常好 只要有那个 那个消毒呢 我再跟你说一下消毒哈 消毒呢 一个是刚才就是说用了高温消毒 对不对 用那个蒸汽锅去煮 对不起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那个 用我说那个方法 就是把你要消毒的东西啊 放到一个锁垃袋 放在这个黑水锁垃袋里面 然后在太阳里下晒 晒那么一两天 它保值就消毒了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那个简单一些 你就是用那个bleach 就是那个漂白水 你去买了一两块钱 那一桶这个玩意 你去买那么一两桶 然后你按那个0.3%的比例 加到水里面出 然后你把要那个要种骨子这个材料 你放这个水里面泡五到半个小时 那里面所有的维生物就全部杀死了 就用那个漂白水 漂白水 然后0.3%的浓度就可以了 加上水 0.3% 0.3% 比如说 3对1000 对 3对1000 然后用这个水 去把你的 比如说 你用那个杂草 就是停转那个杂草 或者是你那个 就是那个咖啡 渣了 把它泡一下 然后你再把它凉干 你把那个种子接进去 它就会长 所以不需要去高温消毒 炒干了 你把它用那个烤白水 一漂 就可以了 烤干了也可以 烤干了 你要那个炒了 最好在那个要种骨子之前 你要用到大太阳 晒个3到5天 把它晒干了 太新鲜了 它不长 太新鲜了 它容易烂了 但是要 放完那个枣子以后 喷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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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个黄的 干的树叶可以吗 那个树叶也非常好 但是要用那个 苦叶去 不要用蒸叶去 不用蒸叶 有些 比如现在这个 很多那个 秋天的时候 很多那个树叶 蜂叶那都非常好 你把它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 弄干了 晒干了之后 用那个瓢瓶水 0.3%的瓢水 一瓢 然后再你把那个种子接进去 它就会长 大概一般的一斤 能长出来一斤二两个骨子 一百斤能长出来 一百二几斤骨子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周一